下一個 上弦月月亮何時升起何時落下 老實說第一步驟把地球畫太陽 太陽畫哪裡不重要 第二步讓地球會轉 怎麼轉不重要 然後就看這條基本動作 做完之後看題目做什麼 你不要求上弦月畫上弦月 上下左右 月亮在哪邊上弦月 講過嗎 要哪裡上弦月 哪裡 上面 為什麼 卡中間叫做 碩 卡中間叫做碩 放旁邊叫做旺 這樣子轉先到的叫做上弦 所以放上面叫上弦 然後問我何時升何時落 有個小技巧 什麼小技巧 連到地球寫個T 連到地球寫個T 順著轉動方向 順著轉動方向 升起落下 這個時候升 這個時候落 確定嗎 確定地球由西向東自轉 所以人在這裡的時候 月亮在東邊 東方升起 人在這裡的時候 月亮在西邊 西方落下 沒有錯 這個時候升 這個時候落 請問你 這個時候什麼時候 這什麼時候 正午 白天的中間 右邊 白天嘛 白天中間叫做正午 那這個時候什麼時候 紫夜 所以 上弦月何時升起 何時落下 正午升起 紫夜落下 好 上弦月 政府 申請 紫夜落下 那 再問 請問你 他正午升起 到達黃昏這段時間 你看得見月亮嗎 看不見 為什麼 白天 太陽太陽亮 看不見 這個時候才看得見 對不對 叫做五月十二年以前 才會有 所以 上弦月的說法一 上弦的說法一 農曆 上半的月叫做 上弦月 前面一半的月叫上弦月 說法二 上半夜看到的叫做 上弦月 什麼叫上半夜 五月十二年以前 紫夜以前看到的叫做 上弦月 OK 所以上弦月 政府升起 紫夜落下 農曆上半的月叫上弦月 上半夜看到的叫做 上弦月 下一個 上弦月哪邊亮哪邊暗 老實說第一步 畫地球畫太陽 老實說第二步 打地球會轉 然後看題目要求 題目要求上弦月 我們就畫上弦月在阿里 上面 上下折在哪裡 上面 上面 那我叫看月亮 我舉頭 往明月 問我哪邊亮哪邊看方位 老實說方位看什麼 方位看地球 自轉 北極向下看逆時鐘 南極向下看四輪鐘 不管四輪鐘或逆時鐘 通通由西 向東 所以 上弦月哪邊是這樣 右邊 右邊這邊哪一邊 西邊 所以上弦月西明東岸 上弦月西明東岸 上弦月第三個說法 上弦月說法一 農曆上半的月叫做上弦月 說法二 上半夜看到的叫做上弦月 說法三 東明西岸的叫做 對不起西明東岸的叫做上弦月 你可以背下來 因為考試會問 你就跟背著就好了 OK 上弦月西明東岸 上弦月西明東岸 OK 就是上弦月三個說法 以上就是跟各位介紹 我們如何去解決這些月向的問題 老師說第一步 畫地球 畫太陽 太陽畫哪裡 不重要 第二步 讓地球會轉 怎麼轉 不重要 畫完之後 按照題目要求往下做 然後你的答案就可以解決了 可以嗎 可以